咱们停好车锁车离开的时候 经常会发现车窗玻璃忘记升起来 这个时候就需要重新打开车门 上车点火 搬动玻璃升下开关 才能够把玻璃升起来 这样非常麻烦 今天我教大家一招绝的 咱们只要按住车上的锁车键5秒钟 这个车窗玻璃就会自动的全部升起来 其实这是车上的一个隐藏功能 你以为车上只有这一个隐藏功能吗 你错了 其实它还有4个 今天我全部告诉你 第一 在停车场找不到自己的车 只要拿出车钥匙 在一秒钟之内连按两次锁车键 这样车喇叭就会响 咱们根据响声就能轻松找到自己的车 第二 夏天太阳暴晒后车内非常热 像蒸笼一样 咱们拿出车钥匙 长按解锁键 这样车窗玻璃就会全部降下来 可以提前给车内通风降温 第三 当咱们按下解锁键 4个车门都能打开 这样非常不安全 因为当你上车的时候 也可能有坏人从其他车门上领的车 咱们只要拿出车钥匙 长按锁车键和解锁键5秒钟 当看到车灯闪烁 只开启主驾驶车门的功能就设置完成了 以后只要按下解锁键 只有左下门能够打开 其他车门都是打不开的 单独开车的女生一定要设置一下 我是聪哥 关注我 还有1000个汽车知识